图中这对姐妹花是联体人,来自印度贫穷的农村,家里没有钱给她们做分离手术,所以直到46岁两个人还共用一个身体生活,家里本以为两姐妹就这样孤独终老了。 可是,他们遇到了一个男子雅琪米丁,并与他坠入爱河,这名男子在一个马戏团做音响诗,可以说条件还不错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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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